博之新男友被报后停封首现身,担任周董真人秀嘉宾,心情非常好,已经久未在工作面前露面的张博之前段时间的生字传闻,可以说轰动了整个娱乐圈。 在近日根据香港媒体的表示,张博之在香港某秘密戴下衣子,并且在生字之后,也是秘密的拜了出院手续离开了。 这个消息传开后很多粉丝以及网友也是非常震惊,而关于张博之的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,媒体对此的猜测纷纷。 在最开始,根据媒体的报道张博之的这位新男友是新加坡的某副商,但是随后媒体又否认了这个传闻。 在张博之生产消息过后,当时的谢霆锋正在台湾录制风味节目,当时王菲也是陪伴在旁。 当问到张博之生死这件事之后,霆锋也是拒绝表达自己的任何供典。 不过在近期,媒体对张博之的这位新男友的身份,又有了新消息。 媒体表示,张博之的这个新男友,是大陆的一位富商,年龄五十岁。 两人是经由张博之的父亲介绍认识,据称,这位富商竟腰缠万贯,而且地位还很显赫。 在近期也有媒体抓拍的张博之和此人一起逛超市,张博之的两个儿子也在身边,看来这位新男友,真的是对张博之母子非常的好了。 在张博之的这位新男友的身份公布之后,前夫谢霆锋也是首次在公众面前露面。 这次谢霆锋也是出现在节目的录制现场,当然了不是自己的节目的风味,而是周杰伦的真人秀节目周游记,从照片中可以看出霆锋的心情和状态都是非常的好。 在参加节目录制的时候,谢霆锋还更新了自己的社交账号上面的动态。 谢霆锋也是对这次节目的录制感到非常的激动,并且直接爱特了好友周杰伦。 对于两人在中国好声音中的再次同台,很多粉丝也表示非常的激动,网友也纷纷表示,有这两人收视率也不用愁了。 如今,谢霆锋和张博之两人,也是各自都收获了自己的感情,也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两人能够生活美满幸福。 纯纯如意,关于谢霆锋和张博之这两个人,你怎么看?你有什么想对两个人说的?说说话你对谢霆锋和张博之的看法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